你去其他一個通道嗎 暗夜裡發生大火的地點 是位在台南市新營區的廟法禪寺 那麼在凌晨1點多的時候突然起火 消防人員接獲通報之後 趕緊出動16車33人到現場來進行搶救 畫面中看到部分被燒毀的建築 是大殿前廳 還有一些法器和佛像才會受損 大火在半個小時之後就被撲滅了 消防員初步研判 很可能是蠟燭引燃佛像 燃燒面積大約是20平方公尺 而現場有裝設住宅警報器 儘管也有動作 但是火勢還是迅速的燃燒 平常相當莊嚴的廟宇 現在變成了黑壓壓一片 東森新聞在台南的採訪報導